娱乐圈中有很多婚姻幸福的明星夫妻 其中有一对很受网友喜爱的模范夫妻 那就是吴金和谢南了 最近这对老夫老妻也开始撒狗粮了 5月11号是吴金和谢南的纪念日 谢南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说公照 又顺便爱着吴金纪念日快乐 前两张照片的监视器中的数字分别是43和116 正好对应着吴金和谢南两个人的生日 而下一张的照片里呢 谢南小小的手牵着吴金的一块衣角 像极了偶像剧的剧情 要说谢南吴金这对夫妻撒过的狗粮 可不止这些呢 在两个人七周年的纪念日时 吴金就曾经晒出过谢南精心准备的礼物 这份礼物说起来十分好笑 竟然是一副包装精致的痒痒脑 还附赠着不忘初心的寄语 吴金酷笑不得的询问广大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呀 阅读理解满分的吃瓜群众即刻理解 这不就是七年之痒吗 谢南为自己第七年的婚姻 准备了一副痒痒脑 真是让人知乎可爱 事实上这对夫妻的感情 一直以来都很甜蜜 很多人羡慕的婚姻的样子 在外界眼里呢 吴金一直都是一个遗憾的形象 然而铁汉也有柔情 这句话真是一点也没有说错 面对谢南吴金就会变得很渊柔 有人调侃吴金就是一个炫妻狂魔 因为他经常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表白谢南 最感谢的人最爱的人永远是老婆 有关谢南的一切事情 吴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又体贴又温柔 每年谢南的生长 吴金都会精心准备 还会为了制造氛围专门订包房 用心程度真是让网友们都变成了柠檬精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有摩擦的时候 吴金和谢南也不例外 两个人都是很直接的性格 朝起家来也互不相让 但谢南会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冷静下来再回头表达自己的情绪 吴金也会及时认错 写下令人替萧杰菲的检讨书 很多人误以为 吴金这样的男人一定会有些大男子主义 然而吴金却有着另一套理论 在一档访台节目上 吴金就直接表示 真正的大男人不是对女人忽来喝去的那一种 谢南和吴金的婚姻显然是很成功的 在见识过吴金的花式秀恩爱之后 许多网友感叹 谢南真是运气好 但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吴金之所以把谢南碰到手心里宠着爱着 也是因为谢南从始至终对她们的依赖和支持 在吴金准备拍电影的时候 面对一切未知的情况 她向妻子坦言有很大赔的风险 很可能就是倾家荡产 可谢南在支持丈夫这一点上毫不犹豫 直接把房子抵押出去 还反过来安慰吴金赔了我养你 吴金如今事业成功的背后 都离不开谢南的默默付出和支持 每次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吴金是感恩又骄傲 不过你们肯定不知道 吴金与沈腾还有一段搞笑的爱恨情仇 说起吴金和沈腾 大家肯定不会把两个人联系到一块去 毕竟一个是看起来有点严肃的舞台演员 一个是幽默搞笑话风的喜剧演员 他们的爱恨情仇也和吴金的媳妇谢南有关 原来谢南在结婚之前 与沈腾就是好朋友了 沈腾经常叫她男呢 或者男爷 谢南也叫沈腾沈叔叔 有一次吴金和谢南同台的时候 沈腾在台下大喊 谢南我爱你 此话一出吴金整个人都不好了 无奈地指着自己 老公还在这呢 现场粉丝们欢呼一片 很多网友都觉得 他们应该一起拍一部喜剧 肯定很搞笑 你们认为呢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